下一个问题说 念佛人有佛菩萨隆天善神忽悠 为什么临宗游冤亲戴主张爱切瓦森 念佛人功夫有得劣有不得劣 那如果真正功夫成片了 这个念佛人得劣 临宗游冤亲戴主不会让他逃 如果你的功力不到 换句话说 你往生不了 这游冤亲戴主要来讨债 欠命的 问你讨命债 欠钱的 问你讨财债 你总是讨不了 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 如果真的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呢 决定不能害众生的命 千万不要以为小动物无所谓 蚊虫蚂蚁 你杀他 到黎明宗时 他也能逃命 他也是一条命 不易之财 你取得之后 你还是要还债 业于所谓 杀人 杀人成 欠债还钱 身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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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什么冤青寨主都没有 冤青寨主自己找来的 功夫得劣 冤青寨主也欢喜 这个事情 前几年我们在新加坡 七年看到 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 成光别老居士王生 王生的前一天 我给他做归宜 给他受三归五金 他是一知是知 王生的时候 居士林的同学们 这个培训班的出家中 我们分配这个同学 四个人一组 给他租念 24小时不中断 我们四个四个换班 不中断 刘一天 这个 在他家里面租念的时候 学同学回来 就带了 成老居士的冤青寨主 很多人 带了很多 这些鬼也到居士林来了 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算你一个念佛堂 附在念佛堂 一个女孩子的身上 他也来见过 叫陈 陈美玄 陈美玄 附在他身上 附身的时候 他就昏过去了 口里面吐伯木 以后就说话 他们是 陈老居士的 殷勤战主 很多人 陈老居士不错 念佛往生了 我们很尊重他 我们也不向他找麻烦 这就殷勤说了 不找麻烦了 他说我们得到这个居士林 护发神的同意 让我们进来 我们来的时候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来求皈依 那个时候 我正好在香港奖金 电话打过来 告诉我这个事 不是你们赶快 替这些鬼神的皈依 就是陈老居士的 面前债主 其他皈依 第二个要求呢 要求停进 指定听地藏经 他最初要求听经 我们五楼是讲他 天天有法师讲经 他说那个讲他的光太大了 那个鬼受不了 所以以后就想到 利用这个戴塔 饭厅 里面有这个电视机 播放地藏经的 录像带 他们很欢喜 也同意 所以我们日夜不停的播放 播放了一个多运 他们得到利益都走 这个就是 你真正功夫得利 真正是念佛往生 这些恩情带助也欢喜 生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他们跟这个佛有关系 将来也是有缘得度的 总是跟佛有缘了 所以他不找麻烦 你看来求皈依 来求超度 要求听经 这都好事情 那么凡是 临终的时候 还有冤心带助 找麻烦 障碍往生的 那你心里就要明白 他这一生不能往生 真正往生的事 冤心带助 决定不敢上来 确实 有佛菩萨互念 有隆天善神 忽悠